七季光 他是一位长胜将军 荣马一生身经反战 但从来就没有战败过 他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他痛经倭寇取得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抗外国侵略战争的胜利 他是一位军事天才 一生携救了两部不可多得的军事名著 他就是大明王朝抗国英雄七季光 风猴飞我意 但愿海波平 是什么样的家教 让年轻的七季光 就立下了如此远大的报国之志 七季光之所以能够取得抗国胜利 得益于他有一支训练有素的七家军 七家军军纪严明 所向拼命 战无不胜 是倭寇的克星 这样一支战功赫赫的传奇队伍 是如何练成的 流露天下百年之久的倭寇之乱 是怎样被七季光的七家军彻底歼灭的 天下兴亡 皮肤有则 我周华儿女 自有钢铁长城 七季光抗窩 距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 但是在老百姓的心中 从未忘记这位保家卫国的大英雄 今天 北京社会科学研究员 严重年 将带我们重温七季光 那些大快人心的抗国故事 敬请收看中国故事爱国篇执 七季光 七季光是我们中华民族 五千年文明史上 第一位反抗外国侵略 并且取得胜利的爱国的大英雄 儒家经典左传说 大丈夫要立德立功立言 七季光就是为国家为民族 立德立功立言的爱国主义的大英雄 下面分三个小的题目 一 立德 封侯非我义 但愿海拨皮 七季光 1528到1588年 享年60岁 山东彭来人 七季光的先祖叫契祥 祥系的祥 定远人 今安徽省除州市定远县人 七祥早年 随朱元璋起兵 戎马三十年 履历战功 在战中阵亡 朱元璋为了追灭他的功劳 封他的儿子 契兵 名为将军 世袭 登周卫 治所在金山东彭来市 指挥 千世 相当于现在师级的职务 七宾 受封为名为将军 世袭登周卫 指挥 千世 把家搬到了山东彭来 世代 顶居 七宾下船三代到契宣 没有儿子 他的弟弟契宁 接续 契宁娶妻 岩氏 就是我这个爷 生了儿子 就是契景通 契景通 是契纪光的父亲 这样 从契祥 以后 契家将门 一共是六代 契纪光的祖父 二十七岁就过世了 他的祖母 岩氏 那时候二十四岁 不容易啊 年轻手寡 拉扯这么一家人 史书记载说 说岩氏 公仿之 世孤殉子 天苦万壮 毫无怨色 岩氏啊 和我是同姓 在山东彭来 姓岩的 就这一个祖先 所以某种意义上说 也是我的祖姑 岩氏 赤家 殉子 维持这个家庭局面 所以 契纪光的父亲 契景通 就是在这种 严格家庭教育 影响下 成长起来的 岩氏 祥年 87岁 契纪光呢 他是十岁丧母 十七岁丧父 所以在他祖母的影响 和教育下 逐渐的成长 我讲几个故事 契纪光小的时候 他游戏 他游戏做什么呢 就是霍着泥 垒一个长城 用瓦砾摆着阵势 小着树枝 做棋杆 然后步兵作战 摇旗呐海 他是在娱乐中学习 又在学习中娱乐 稍大一点 到十二岁 他们家二百多年的祖居 已经很破旧了 要修宣一下 修宣的时候 契纪光的看到了 就说 这个门 彩绘的门是四宣 要改成十二宣 这就很气派 施工的工头 把这个话就告诉他父亲了 他父亲就把契纪光叫过来 逊他 四户 你能保持着祖居就很不错了 怎么还敢奢望十二户呢 一定要简朴 不能这样豪华 齐济光就受了很深刻的教育 还是在这一年 他父亲问他 你志向安在 齐济光回答 再读书 又回答 读书在体会 忠孝连结 四个字 他父亲好 你把它写下来 写在墙壁上 齐济光用毛笔 就在墙壁上写着 忠孝连结 四个大字 作为他终生的一个座右铭 齐济光到十三岁的时候 有一天穿了一双修饰的鞋 就在厅堂里走 他父亲一看 把它掉落 小小年纪穿的鞋 穿这么讲究的鞋 这个鞋当时叫做齐驴 齐驴必紧衣 紧衣必肉食 你这么奢侈豪华 不勤俭 卫生 将来怎么再兵打仗 去了齐济光一段 齐济光很不好意思 但是他牢记在心里 后来才知道 这双鞋是他姥姥家给他的 他大人让他穿上 虽然齐济光受到围剧 但是心里头 印象很深 以后要艰苦朴素 十五岁的时候 齐济光就立志 要好好读书 他父亲就爱读书 史书记载 他父亲经常是席地而坐 废勤往事的读书 他受这种家庭环境的熏陶 所以齐济光从小又爱读书 史书说他不求安保 赌制读书 和他经常顾说废勤往事 夜一几日 给他以后的发展 打下了很好的文化的基础 齐济光到十七岁的时候 家里发生重大的变故 就是他父亲顾去 他父亲顾去 将门的家 家庭是什么情况 史书说了这么几句话 说 家徒四壁 唯一穿扇一饼 卧内一趟 幽不能存 将门之家 家徒四壁 强盛公公子 所有财富 唯一之前 就是一把四川的扇子 屋子里头 还有一个破旧的床 所以他们家 是非常艰苦朴素的 但是他父亲留下的 不是金银财宝 不是房屋土地 而是齐济光的 高尚的精神品格的修炼 齐济光母亲也顾去了 父亲也顾去 所以家里一看 奶奶一看 这孩子给成家 所以十八岁 齐济光成家 结婚了 他的夫人又很贤惠 有一天早上 他夫人到市上买了一条鱼 把这条鱼切了三段 头 中 尾三段 早餐呢 给齐济光做了鱼头 午餐做鱼尾 剩下的中袋呢 是晚餐做 晚餐吃饭的时候 齐济光在吃饭 夫人在旁边 夫人就筷子 就不心的鱼呢 齐济光说 你怎么不吃啊 夫人说道 妾亦夫劳 君良妾苦 离夜 说您很辛苦 我呢 就没那么忙 您应该吃点好的 我呢 有吃点赋的 这是做夫人的礼节 齐济光听了以后啊 是非常受感动 所以齐济光的夫人 也是个贤妻良母型的 十九岁的时候 齐济光立下一个 钢铁般的志愿 这就是尊侯非我义 但愿海波勒平 我不是为了争名夺利 生贯发财 而是为了海波平安 百姓安居乐业 这一年啊 他许岁十九岁 周岁十八岁 正好相当于我们现在 高中毕业生的面临 齐济光二十二岁 是一件大的事情 这是靠五举 五举人 重举了 重举之后 就引起朝廷的重视 朝廷的官员呢 等人就向朝廷 来推荐齐济光 那个推荐语怎么说呢 才有虎辩 当受儒将之功 义气昂扬 渴望干城之地 就说契机光将来 可以成为军中的卢将 国家的干城 这些评论 后来被音译证实 契机光正在成长的时候 当时的嘉靖朝 出现了南卧和北卢 今天我重点讲南卧 就是契机光 看过的斗争 沃寇 就是日本的浪人和武士 他们在原末 明初以来 百余年间 乘处 乘船来到中国 辽东 江苏 浙江 福建 广东 沿海 南北几千里 祸害百余年 沃寇 在东南沿海的骚扰 非常严重 比如说 他们船以后上岸 就抢掠财物 完了装着船 几十艘船 一样翻而去 再比如说 他们攻到村庄里头 抢掠财物 杀人放火 奸人妇女 无恶不做 又比如说 他们掠掠到了妇女 让她烧丝 白天骚丝 让她赤身裸体 她就跑了 晚上 又对这些妇女 奸淫蹂躏 令人发指 罪恶逃天 更可恶的是 抓到了怀孕 大度怀孕的妇女 那些沃寇啊 酒一块 干嘛呢 就猜 猜这怀的 是男孩 是女孩 打赌 残暴的沃寇啊 先把个孕妇开膛 看看这小孩 台里的小孩 是男孩 是女孩 这么来饮酒取乐 可以说 沃寇在东南沿海的暴行 罪恶 逃天 沿海老百姓 不堪忍受 沃寇来侵略和骚扰 纷纷纷修建城堡 来进行自卫 比如说山东 一种是村堡 山东 蓬莱 谢宋 迎村 明淡就修了一个村堡 门楼是个二层 一个门楼 用土 用石头 堆出城墙 北边临海 是一个官地庙 为了瞭望 海上握寇动态 村庄的东西两边高处 设立烽火台 来通火报警 当时烽火台很盛行 大家知道烟台是烟台 就是最早是明朝的烽火台 后来发展成一个城市 握寇来了 把城门一关 老百姓在里头进行守卫和抗议 这是村堡 比如说蓬莱 蓬莱修了水城 也是城堡 这是在山东 在浙江也是这样 浙江老百姓也修城堡 在浙江的温州修建了永昌堡 我去看过 这是明代佳境的时候 一个叫王淑果和王淑稿堂兄弟 他们出资修建 城墙是石头垒气的 高八米 周围是2866米 有四座路城门 四座水城门 城里头有两道水渠 握寇来了 就把城门一关 一次握寇就围攻这个永昌堡 围困了三个月 你没有吃了 你还不投降 但是城里面可以种地 可以种菜 有水喝 三个月没有攻下来 握寇就扬帆而退 但是光有民间的抗护还是不够的 还有政府出动军队来抗护 七级光就接了朝廷的命令 出兵和当地的百姓联合起来 进行抗护斗争 天下兴亡匹夫勇泽 七级光年轻时就立下了 封侯非我义 但愿海波平的暴谋之志 也正是这样一种理想信念 成就了日后的抗护大英雄 七级光抗护 飙柄式策 这是中国历史上 中国人取得的第一次 反抗外国侵略战争的胜利 那么七级光以及他所率领的七家军 是如何以此次歼灭倭寇的呢 下面我讲第二点 二 一公 一年三百六十日 多世横歌马上行 七级光有一首著名的诗 就叫马上行 说 南北驱使暴国情 江华边月笑平时 一年三百六十日 多世横歌马上行 这是七级光荣马立功生涯的诗的正式行动 七级光走上看我前线 是在嘉靖三十五年 一五五六年 他出任 浙江台州绍兴宁宁波的参将 这一年他二十九岁就列如将官的序列 七级光的抗卧 事情很多 时间七八年 我想重点给大家讲三个方面的故事 第一练兵 第二台州抗卧 第三福建抗卧 七级光抗卧 第一件事情就是义务招兵练七家军 原来明朝的军队是实行猥琐制 到这时候差不多二百年了 越来越腐朽 官看前兵怕死 没有经过训练 身上没有盔甲 手上没有武器 这样的兵怎么去对卧寇打仗呢 七级光想一定要招念新兵 他经过三次上书请示 从于得到总督忽宗县的支持 开始招兵 招什么样的兵 七级光根据以往的经验 总结三个不招 反乘居者不用 常败于敌者不用 服从官府者不用 就是说招兵要三不用 第一市民雕化的不用 第二败于敌军的不用 第三服务于官府的不用 那具体怎么招 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浙江义务地区和别的地区 发生一场大的规模的卸动 七级光从这卸动当中了解了 义务人得胜了 这义务人为什么得胜呢 义务人第一特别能战斗 第二特别能吃苦 第三特别能合作 于是七级光就决定在义务地区招兵 招了四千人 他亲自训练 头一个月训练一般的纪律 第二个月训练武器 第三个月训练阵法 经过三个月的训练 这批军队是勇敢善战 遵守纪律 勤俭持苦 服从指挥 这支军队就是后来被誉为 那个弃家军 大家知道南宋有个岳家军 明朝有个弃家军 这两支军队都是在我们中华民族军事史上 英明长存的 有人再送七级光招练和指挥的弃家军 说南者显微 赫赫功贵蓬莱将 东营丧胆 威威圣属义务兵 我在这里再多说两句 后来七级光调到北方了修长城 这义务兵在修长城当中 做出了重大贡献 现在的河北 辽宁 长城 内外 还有好多的义务村 就是当年七家冰留下了后代 七级光的抗卧 在浙江地区图书是台州 所以下面要讲第二个小标题 台州抗卧 九战九节 加兴四十年 1561米 抗扣从海上 数万军队 数百艘战船 就涌向了浙江沿海 特别是台州地区 这种严重的局势面前怎么办 七级光就决定 化枕为零 分头来抗击敌人 比较有名的有两仗 一仗就是星河之战 星河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点 七级光认为 敌人的主力不在这里 就带了主力军到了陶主 握扣呢 包括一些汉奸的通风报信 就得到一个消息 就是星河地方就防御空虚 就突袭星河 怎么办呢 七级光的夫人 发动妇女 穿上戎装 拿着武器登上城城 敲鼓 击鼓 敲锣 呐喊 声势 好大 沃靠以为这城里都步兵 一定是很多 别中了七级光的埋伏 就撤退了 所以七家军 这时候演出了一场空城祭 沃靠撤退的时候 七级光得到一个战报 就是沃靠来进攻星河 他是回马率领军队来救援星河 正好跟沃靠相遇 城里城外 内外夹击把这顾沃靠 全部剑灭了 还有一仗就叫做花街之战 花街就是金台州 陵海市 他是背靠山面对江 行事非常险绝 沃靠击中兵力 来打花街 七级光率领七家军 习军军奔 花街 他们抱了一种决心 就是沙场征战死 马哥果实还 豪气 习兄弟 但是军粮三天已经吃完了 还没到 还有七十里路 这时候怎么办 七家军发言 冻死不拆屋 饿死不如掠 这种铁的纪律 空服 极星军 七十里 赶到花街 赶到花街之后 有的战士说 我们现在饿住的 先吃饭 吃饱饭 再啥别 七级光下的命 说 急需灭贼 而后会死 就是先灭沃靠 然后会残 鼓舞士气 军官摩泉塔长 兵士 费用杀敌 士气高 一鼓作气 扑向敌人 还有一个勇士 叫朱爵 上去一冲 就俘虏了一个沃靠的手里 然后就连斩 七个沃靠 沃靠一看 来势凶猛 就退坐 这时候七家军 一拥而上 对沃靠展开了肉搏战 这一战的结果 是豁捉了两个沃靠首脑 斩杀了沃靠308级 解救了被掳裂的乡民 五千多人 七家军 仅损失了两三个士兵 取得了花结大结 接着 七家军不断取得胜利 台州之役 一共四十天 七家军九战九节 一共消灭沃靠 五千四百多人 解救乡民 八千多人 有的乡民解救完了以后 吃剩裸铁 七家军有了脱下自己的衣服 给他们穿上 沃靠受到了七家军的沉重打击 就改变方向 他就往南来进攻福建沿海 这个时候福建沿海又高级 接下来我讲福建抗卧 连战三戒 福建重点打了三仗 今天我先说横宇之战 横宇在金福建省宁德市海外二十里 三都澳洲 它是个岛 横宇这个岛有个特点 掌超为沧海 非洲莫渡 你人没法过去 退潮为贪泥 寸不耐心 所以当地没有办法 你要去打炸 在掌超你回不来了 退潮了 你又进不去 所以沃寇盘居 横宇岛三年多 而且在什么修城 修了炸浪 这横宇这仗啊 戏机光怎么办 横宇岛 虽然是座面积不大的小岛 但却是倭寇在福建 最有名的大北洋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 让这座不起眼的小岛 成了七几光抗活中 最难啃的一个硬骨头 那么七几光 如何才能够突破 这天然的屏障 一曲拿下横宇岛呢 七几光生产在山东蓬莱 蓬莱是靠海洋的 所以七几光从小 受到海洋文化的熏陶 了解海的水性 他先了解涨潮退潮的规律 掌握规律之后 制定作战方略 决定八月初八这天 就是大潮的时候 海潮退了 海潮退了 秦一光亲自赌率军队 先行的是用一种吐鞘 往前退着走 继续的是每一个官兵背着一捆草 一边走一边舔 一边走一边舔 就铺成了一条草路 这样贪泥在草路上就可以行军了 一直冲到好雨下 这时候握寇富于亡抗 官兵往上冲 冲不上 秦一光是指挥 又方 火攻 还有些草 点上火 用它是木炸的 把木炸的烧 这时候官兵四个方向就冲上 冲上以后就从握寇 他们用握刀 长刀 七家军用狼血长 原来短刀不行 他刀砍过来 我们还没够上 像狼血比他们刀还长 而且用鸳鸯阵 就六个人一组 六个人一组左右互相援助 往前推进 握寇一看是不行就退 七家冲就猛冲 这一仗把岛上的握寇 全锅给端了 死的死 吵的海 淹死的淹死 俘虏的俘虏 这一仗一共斩首握寇 两千六百 解救被掳的乡民八百多人 干到掌潮的时候 部队完全就撤退了 飘飘凉凉打了个亨宇之战 在福建前线抗沃 取得胜利 所以七级光就荣升为总兵 这年他三十六岁 总兵大约相当我们的 现在的省军区司令 相当于集团军的军长 少将或者中将这么大的管 三十六岁 七岁 经过数年的 浙江 福建 等沿海地区的抗沃 以七家军为主力 终于把沃寇给打败了 抗沃胜利意义重大 这是我们中华民族 五千年文明时间 第一次反抗外国的侵略 并且取得胜利 这个事情给后人一个 很深刻的启示 就任何外来侵略的妖魔鬼怪 都必然在强大的中国人面前 遭受失败 七级光还在看沃 卫编的过程当中 著书立说 就是立言 所以下面讲第三个问题 三 立言 著书 绩销新书和练兵实际 我们中国有部书啊 叫四谷全书啊 四谷全书是列的 从秦始皇到明朝的军事著作 一共是二十部 七级光呢 占了两部 就是绩销新书和练兵实际 我们中国军事史上有一个现象 就好多著名的军事家 没有著名军事著作 或者好多有著名军事著作的 又不是著名的军事指挥家 既是著名军事家 又写了著名军事著作 只有七级光一人 七级光给我们留下了两部重要的军事著作 就是绩销新书和练兵实际 这两部书最主要特点 我认为就是两个字 第一个字是心 第二字是识 心和识是七级光军事著作 两个闪光点 我先说绩销新书 绩销新书是在浙江抗卧的过程当中 总结战争经验写出来的 他心在哪呢 练兵是新的 招兵是新的 炎阳镇是新的 组织新的舰队和陆兵的配合战法是新的 等等 我说七级光的绩销新书绩销就是讲实效不空谈 新书就是讲创新不拟旧就不守旧 绩销新书完全是总结了战争实验经验又上升了理论 丰富了我们中国军事理论武库 另一部就是练兵实验 他主要在北方守长城总结经验写的 练兵实验重点在练兵和实验 是实际的操作 七级光说练兵是好看不实用 实用不好看 所以强调实用 那么练兵练兵练兵重点练什么 中国历史上军事家众多 虽战法谋略各有千秋 但唯有练兵一条都无法与七级光媲美 那么七级光练兵有何特别之处呢 七级光在这里重点是练将 一般的军事家重点练这个兵 七级光他重点练这个将 将重点练什么 将重点练德 道德者德 厚德载悟这个德 德是将之魂 他说将者三军之命 比如说人的心和身 将是心兵是身 那么首先要抓心 抓灵魂 抓德 七级光在书中批评当时军中将官里面一些不良的作风 比如说 迷恋声色之害 做将的不好好练兵 听戏听歌舞 高女人 喜好获利之害 喜欢金钱 黄金 刚逼自用之患 独权战断 不尊重士兵 俄欲 风银之害 对上级的军官 风银拍马 萎靡不振之害 喝酒 打牌 没有一个军人的鹦鹉之气 贪图功名之害 老想怎么 名啊立啊 名啊立 能够一不怕哭 二不怕死吗 做不到的 所以七级光练了26条 练兵啊 26条 其中24条将练剑 这个书写的太好了 练了之后啊 七级光练的兵啊 他打的比方啊 就好比一群牛羊一样 三军司令就好像牧羊人一样 竟然有虚啊 有一次一个检阅 练兵场检阅 公武将官都起了 各个兵种都起了 刚要检阅的时候 突然狂风暴雨 闪电雷鸣 这时候怎么办 官兵没有语句啊 就在兵兵场上啊 露天的呀 史书说啊 官兵树立不动 像大树一样不动 风雨过去之后 就照样的操练 把军队就练成这样 这个七战军 七级光练一声啊 是清廉为官 低调做人 他自己说 功高 他自己说 他自己说 没有 七级光退休回家了 是个什么情况呢 史书说他四体降异 三十一年 也就有几千冊书而已 身体的劳累 受了创伤 回家就都表现出来 看病 堂堂的总兵 抓药的钱都没 乡亲们 朋友们凑一点钱帮他看病 到万历十五年 腊月初八日 一代名将告别人士 民间老百姓爱戴他 传送他 到现在为止 能查到七季光的遗迹的 比如说纪念词 功德碑 现存还有六十多处 比如说 在一屋 有一条街 就叫季光街 在福建宁德 有一种柄叫光柄 就是这么一个圆柄 中下一个眼 可以馅穿起来 跨在身上 行军走路的时候 就是干粮了 七季光七人为爱国英雄 七季光七书为传世民作 七季光是为我们国家和民族 立有大德大公大言之人 七季光为后人 树立一个楷模 一面镜子 楷模就榜样 大家想得学习 镜子就是反照 内省自己 我们哪地方做得不够 这样加强我们自身的修炼 高扬爱国主义的旗帜 为中华民族的振兴 做出自己的共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核